高部的这个政务次长 陈部长跟我们的高政务次长请 吴委员长 这个部长跟次长好 但我们对于这种家世外劳的引进呢 但国内有非常多的一些看法 不同的看法 就是说对于本土的长造的人力 到底有没有好好的来培植 薪资有没有让他增加 他的福利有没有得到照顾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获得完备 或者是训练的体系有没有完整 过去训练了十万多个 这个长造的本土长造人力 现在只剩下一万多个在做 那这样的一个情况呢 我们本土劳动力没有好好的来运用 好好的来训练 这个时候就要来引进外籍劳工 家世看护工 这个部分呢 有非常多的质疑跟批判嘛 但是我们也了解到 这个是一个有时候是一个成本上的考量 经济成本的考量 外籍劳工的引进 对于一些身心障碍的 或者是重残的 或者是需要长期照顾的 你用本土的劳动力 价格当然就比较高 那用外籍的劳动力 那相对就比较便宜 是完全是一个经济上的考量 那当然我们现在面临到 今天的主题面临到 印尼打算在五年内来停止输入 家世劳工 那因为印尼是认为说台湾的 这个家世劳工的 特别是外籍家世劳工 的劳工法上 劳动基准法上的权益没有获得确保 那台湾我们现在所做的 家世劳工保障法呢 也送到委员会里面来 送到我们立法院里面来 但是目前还没有审查 所以导致呢 一些工时工资退休的相关保障 没有完备 所以换句话讲 就是印尼的劳工 或者是家世劳工 他不适用劳动基准法 劳工的权利呢 这个不好 好 那因为我们现在的人 外籍劳工的人数比较少 我想要来问一下 我们在引进来源国的部分 我不知道部长 你现在陈部长 对于外籍劳工的来源国 你打算要从哪几个国家来寻找 谢谢委员这个指教 我想外籍劳工来源国 目前比较稳定的 当然就是印尼 泰国 菲律宾 还有越南有部分 那我们现在呢 第一个当然先考虑到 就是过去越南已经 其实越南现在还是持续的有在进来 只是我们暂时冻结了 他的这个家庭看護工跟渔工 所以我们可能会在这方面先解冻 让越南的这个 这个外籍劳工呢 能够先进来担任我们的家庭看護工 那这个是最快的 因为所有的管道都在 那么当然另外在开发新的来源国呢 我们目前也谢谢外交部的协助 有跟这个缅甸都做了很多的接触 那目前缅甸的对方也很有意愿 我们也评估了缅甸的这些劳工的素质呢 也大概都符合我国的一些需求 所以现在还在进行一些行政上的磋商 除了缅甸之外 还有没有其他国家 其他还有这个斯里兰卡 那么也是我们有在接触 好 我不知道劳动部除了这个缅甸斯里兰卡 往东南亚国家来寻找之外 有没有打算从中欧来寻找外劳 因为这个要考虑到这个 他的人情风俗啊 那么毕竟东南亚国家 譬如说罗马尼亚 譬如说乌克兰 有没有 这些目前都还不在我们评估的对象 理由 因为你既然要来寻找为什么 基于什么样理由 我们请外交部来回答 是不是有没有什么外交上的考量 罗马尼亚 或者是乌克兰 是基于什么样理由 你没有去考虑到它 请部长先回答 为什么基于什么样理由 你说风俗民情 因为这个外劳 它基本上尤其是家庭看护工 它是跟主人 就是跟雇主要住在一起的 它基本上是要跟家人一样的对待 所以它的文化 风俗饮食 它的一些生活习惯 都应该要跟雇主要很相当 那么欧洲的 或者是中欧或东欧的国家 他们基本上这方面的文化 习俗跟我们差距太大 所以我们在评估的时候 都是还是先以东南亚国家为主 这个你说这个差距太大 只要有不同的文化 不同的语言 不同的种族 当然这生活习性 当然差距会很大了 那所以 当然你说往东南亚 我们的思考都是往东南亚去找 你刚刚讲缅甸 这个斯里兰卡 中欧 事实上 这里头产生一个什么逻辑呢 就是说 很多的外籍劳工进来的时候 这剥削的情况 很严重 就是说越南 他们那个母国 所要拿的仲介费比较高 导致呢 越南劳工要来做一年两年的白工 才有办法来还清 他们的仲介费用 换句话讲这个叫做剥削 剥削的情况进来之后 他们才会产生 越南的劳工的逃跑问题 那当我们知道你说要来缅甸 我们先问一下外交部 在整个审核过程里面 因为缅甸政府 每次要跟他谈到 我们要来审核外籍劳工的 相关的资讯的时候 要来核发签证 比如说工作证 或者是聘雇许可的时候 招募许可 那个国家来证明文件相关的审核 人员进来台湾的时候 要身份确认 必须要有一个外管在那个地方 那他们能配合吗 我们现在的作业情况 跟委员报告 我们目前跟缅甸的 没有邦交 我们在缅甸的也没有设办事处 当然就是说我们外贸协会 在那里有办事处 他们缅甸人到台湾来 确实申请签证是比较不方便 这当然是一个考量 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跟缅甸谈了 我想目前也是在初步洽谈的阶段 还没有实际上去归谈到细节 所以这个将来成案的时候 我们会再向外国 任何外国外籍劳工来源国的开拓 最大的阻力在于中共 为什么是中共 因为你如果牵涉到要设外管 甚至于设立商务办事处 要来进行外籍劳工 进来台湾的时候的这种审核 他们会牵涉到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 所以我们当时 在早期在引进外籍劳工的时候 才会用引进外籍劳工来搭配外交 来做统一处理 意思就是说 当我们进来外籍劳工引进的时候 那一个国家必须要是对我们是 友好的或者是有在互动的 那缅甸这个国家 它的内部的政情是非常特殊 翁山书记跟军政府这里 他们跟中共之间的互动 跟我们之间的互动 所以在设外管上 或者是在整个商务办事处的设立 会受到中共非常大影响 我不知道外交部这边 你们的看法是不是这样 我想我们在外交工作上 中国大陆对我们的主力一直都存在 但是我们还是有看很多的无邦交国家 设有办事处代表处 好那我简洁的来问一下 我们的政务次长 外交部政务次长 你觉得缅甸 如果引进缅甸的外劳 到台湾来工作 你觉得在整个劳动部里面 所做必要的书面 审核 你们要怎么来办理 缅甸他愿意许可吗 或者是我们劳动部陈部长这里 这样的一个工作 难道要委由缅甸旁边的隔壁国家 跟我们比较友好的来处理吗 还是你们打算怎么做 如果说他不愿意在我们设商务方式处 或者是一个办公室在那里的时候 来执行身份审核的时候 那怎么办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打算怎么做 这个当然也要看双方的意愿 那缅甸我们的初步洽谈 他们的反应还相当不错 当然就是说初步 我们可能就说从小型的 人数很少的 小规模的来试办 这个我想这个当时劳动部的主 好你的意思就是说 即便他们没有允许我们来设商务办公室办事处 也可以用小规模的方式先来试办一下 是不是这样 那他们的入境怎么过来 文件怎么合发 他们可以像其他国家 比如说泰国跟泰国 那就由泰国台湾的办事处 来协助处理 是不是这样 这样我们行得通吗 引进的时候行得通吗 这也就是我们要跟他谈 为什么我们就希望能够在缅甸 也是代表出办事处的理由之一 好 当然我们在思考引进外籍劳工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重视本国劳工的权益 薪资跟福利 那我们当然知道长照制度这里头是陷入两难 因为它根本上是一个成本上的考量 外籍劳工的成本比较高 比较低 但是问题是外籍劳工有牵制到被剥削问题 当然有时候就是提高基本工资 获利的有时候不是外籍劳工本身 有时候是仲介业者本身 这个部分外交 我们的劳动部这边也好好的来思考 相关的问题 好谢谢 谢谢委员 谢谢我们吴艺人委员 放下来